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吗 你们要把他们安安全全地送回城中去 我们一定照办 来 干一杯 来 我来 我来 那我们走了 好 我也不留你们了 正做起来也没精打采的 您放心 我们呢会敬敬烟烟的 谢谢啊 那我们走了 再见 小舍长 匆匆忙忙的 没别的好带的 这中华的 您抽吧 我已经戒烟了 你们没有发现 不计划 有客人来的时候 你也去做事 还有 我们呢确实请了一个小时空 马上他在车里等着呢 让他等着呢 也得给他供钱 要不然 您就 用用试试 他要是勤快呢 以后呢 您就可以长叫的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都可以 您这个家呢 总得有人帮你收拾收拾 打扫打扫了 人已经来了 是吧 就在下边 车停在不远处 我们呢 怕夏市长怪我们 就没叫上来 那好吧 我就试试 但是我可不能保证 长期雇营 这是当然 这呢 就完全看您的意思 我觉得您老像是在 决定一件大事 我在省城开会 有什么大事啊 回去以后 是不是就没有在这里 这么自由了 这倒是 回去以后 每分钟都闲不着 你是夏副市长吧 我心里要找到终点工 请进吧 这个人太厉害了 你看 一个都不能少 这人哪 还得生 你得承认 人家高明 这么大的事 被他撒言良语一说 你不觉得 是小事一桩吗 我算扶了 这个人得打牢的 是个当靠山的份 扶 本来啊 黄向天呢 是要当书记 夏野呢 当市长 可是省里不放心 又是把林书记派的 想法吧 是很明显的 什么想法 西平啊 是个肥缺啊 省里边 根本不允许 在这儿的干部 长期不动 夏野又想提升啊 除非掉到其他的地方去 可是他也觉得 别的地方不如这儿 我看 他也不想走吧 但是有一点 我们俩的事情 你也一定要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保证不说 您觉得 按夏野的意思办 事情就摆平了 我没那么说 可是我倒觉得 确实打开了思路 也可以说 是一举两得 动静还是不小啊 他说的对 要快 要赶在那两个记者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把事办 这比什么都整理 这还有个人 您没忘记吧 谁 这个 一个人 一个胃口 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 老师 看后边的车 可一直跟着咱们 有市委的支持 矿上的事故 马上就真相打白了 跟一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gile 优优独播剧场——IA 我 Martinez 我还在说 一把 这么小了 gegen 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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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感谢观看 了解一下 观看 拜拜 感谢观看 看 看 快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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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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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看 看看 看看看 看看看 看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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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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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和你没关系 你现在 也是越来越会大了 这衣服真的很好看 与其真的很漂亮 与其他人 喂 你是绳包的记者吗 对 我来过电话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喂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谁啊 我想告诉你们 昨天夜里 北山柳家瑶矿 一号经理死难的矿工的尸体 都已经运走火化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告我们 还有 省委组织部 省政协 今天要是来人 审查告一权 你们知道吗 审查他的问题 不 审查他当选 市政协副主席的资格 天 小姐 拜训好 请问一下 从省城来的报市的两位记者 是在咱们这周团 对 在四楼 吃我们念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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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怪不得肯花那么多价钱来宣传自己 他们已经清理了尸体了 他们已经清理了尸体了 嗯 不知道是下数这场起的作用呢 可是他们自己采取的措施 你发现没有 打电话的那个人 也很神秘 嗯 你来 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个人 应该了解很多局 市记者 杨记者 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我们高总来看你们 哎呀 你看 你们画的地方 可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哎 我们这个好找啊 我把那个王总和陆主任 好好批评了一顿 你们是我们前来的客人 真要传出去 你看像什么话 有什么事吗 我们今天来 主要呢 是向你们做检讨 来 咱们坐下手 吃记者 杨记者 今天高总把我们都带来的呢 主要是想向你们二位呢 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 我把他们好好的批评了一顿 但主要呢 还是我自己啊 来多做一些自我批评 夏副市长 找过你们了 是啊 我呢 我呢 当着我这几个部下的面 愿意向二位记者认个错 说实话 我本来 不想让市里知道这件事 持记者向夏副市长反应以后呢 夏副市长立刻就把我们叫去 高总 高总 这个 北山691矿呢 确实 出了事故 我们的工作呢 跟二位记者呢 发生了一些矛盾 确实 发生了一些矛盾 为这个事呢 这个 夏副市长还打翻了一听 我呢 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个夏副市长 发这么大脾气 夏副市长 把那桌上杯子都给拍翻了 那就是说 你们现在承认 北山柳家窑矿出了事故了 是啊 哎 总 放下 我们今天赶来 就是向二位记者当面承认 北山柳家窑矿一号警 二十号中午呢 确实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 嗯 但是 高总当时呢 也是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 嗯 这个事呢 周矿长负有很大的责任 是他瞒报了 是啊 直到你们来了以后 他还不肯试说 哎呀 弄得我是 很被弄还笨丢了 当然了 我呢并不是推卸责任 这主要都是 因为我平时管理的不严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昨天呢我才知道 这个周长露 为了隐瞒事实 他既然治国家法律不顾 派下边人把两位前去采访的记者 关押了起来 这种行为 比瞒报呢更恶劣 这个国阵啊 你把这个周长露给我叫进来 周会长 请 施记者 杨记者 我来向二位谢罪来的 洪鞠躬是不行的 明白 我在这里向二位记者道歉 我不仅隐瞒事故 而且下面人呢 还非法监禁你们 让你们受委屈吧 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包括刑事处分 这是我们非法扣留你们的东西 请你们点清了 说 你的思想概念是什么 说思想概念 当时呢 只是不想把这事给捅出去 这记者同志呢 又正帮我们宣传 我是 不想给总公司抹黑 周广长 在大街上 找茬袭击我的人 也是你下面的人 是吗 很不深刻 回去给你算账 施记者 你可能呢 不太了解我们这样 说句实话 这个事故呢 又想完全杜绝呢 真的很难做到 我们已经创造了 连续三年没有事故的记录 所以实在是 到底死了多少人 八个 只有八个 八个就不少了 这在我们细平梅业公司 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故了 不可能只有八个 据我们了解 起码有四十多人 施记者 这件事肯定是要传 你不知道 一出现事故是越传越多 越传越给你添池家业 昨天晚上我们彻底清理了现场 确实只死了八个 那份有六个旷工证明的材料呢 很对不起 这 他们说的数字不对 我一气之下就给撕了 你们不要听他们乱说 这他们也是听别人说的 这不出一里地 这话就没谱了就 死几个人 要以清理后的数字为准 你们说是吧 我明白了 您不是瞒报 是少报 赵李村的 有住处没有 有 身体有毛病没有 没有 先看看这个吧 我十字不多 您给我讲讲行吗 这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这条 属于甲方的完全事故 造成死亡的 给予一次性补偿 两万元 在处理事故中 甲方只承担上述费用 不再承担其他经济费用 不是说五万吗 五万 五万那是矿上运费 按条款就两万 两万你就得认 不认你就别干 像你这样 从农村出来的 到矿上来当矿工的 用调整碗那接划了 持记者 你为什么不相信 只死八个人 你不会是 还希望死更多的人 高总 我怎么会希望死更多的人 我只是希望 你们能够如实地说明 事故的真相 不要在数字上大打折扣 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当然 你们现在也承认 发生了事故 这是好的 但是我们调查的数字 和你们说的情况 差距太大了 持记者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明明没有死那么多人 你们为什么让我们 尝尝这种没有影响的事实呢 我也劝你 不要在这个事情上 再坚持下去 你说我们少报 这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 尤其这个话 是从你随便说出来 传出去影响是相当大的 再说 说这样的一句话 也有事实根据 同时呢 也要负责任 你说你 现在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死了四十多人 事故现场已经清理了 死亡的人数也已经核实了 要受功劳吗 你们是第一位 以后 我们会在消除安全隐患上 加大投入 确保呢 不再发生重大恶性事故 你们还让我们怎么样 干我们的这一行 本身风险就很大 你们是做了一个让步 要我们也让一步 是吗 来 吃鸡者 来 喝水 水也总是要喝的 来 明丽 你喝 咱们能家乡的 谢谢 吃鸡者 明丽 你们看 高总和我们 今天特意把二位请过来 就是为了取得你们的谅解 今天在来的路上 高总啊 还专门给我说了一点 由于查理 确实出了事故 愿定 在省报上发表那篇 关于我们企业 安全生产的篇文章 就算了 但是 给报社的那一百五十万的赞助 我们还是要给的 就这一两天 我们就把那个款子百分之七十 画过去 另外 你们二位 就在这篇稿子上 也画了不少的心血 我们也不会让你白干 搞成了 我们会从有考虑 你们看怎么样 这不是条件吧 这算条件 实际者 你虽然是个名记者 但是 你不了解我们这些哇美的人 我们只是想 说话算数 稿费 我们一分不要 文章肯定是发不了 至于赞助嘛 我们熊总边也说了 不能和这件事 参呼到一块 是不是明明 是 我们熊总是这么说的 高总 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记者的责任 记者可不光是搞宣传的 他还起着 舆论监督的作用 你比如说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发现一些重要问题 特别是那些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都要 给人家如实的报道 或者是上提反应 以便引起领导机关 和各个方面的 广泛重视 有利于问题的建筑 当然 我们应该 首先和当事人 交换意见 争取统一认识 达到 改进工作的目的 吃饭 吃医者 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好不好 你有啥了不起的 你那点权利啊 都是我们人民给的 我的记者朋友多了 啥样没见过 陆主任 你不要 你叫他说 你说下去 吃医者 你说得都非常好 我们呢 历来对记者 就是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见识广 政策水平高 我们特别欢迎你们下来 对我们的工作呢 进行指导 有句话说 记者是无缅是亡 这次 我们真是领驾 别客气 我们没有什么级别 更成不上榜 我们能做的 不过是诉诸舆论 舆论诉诸于老百姓 高总 老百姓 可只有点不好惹啊 那么我想问一句 你到底想干什么 继续调查和反应 那好 我看就说到这儿吧 如果二位调查到什么新的情况 别给我们打个招呼 有个前提 就是你们愿意配合 而不是阻拦我们调查 那没问题 你有权利干这个 你们有义务提供情况 主动一些 对你们有利 明吏 对你 我要重新评价了 你还算家乡人吗 高总 怎么办 这也都在 我的意料当中 这两个家伙 尤其是那姓池的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 我给他们脸了 老池 嗯 要是真的救死了八个人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就算死了十个 十五个 这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这让人家朋友承认出了事故了吗 你不会同情高维权吧 要不 就是心疼了一百五十万泡汤了 是吗 老师 我发现你这人还挺阴险 是吧 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我阴险吗 我倒没觉得 阴险 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对不对 谁愿意出事故啊 他们肯定也不愿意出事故吧 太阳 你看人 看社会 还钱 对 我看人看社会钱 你水平多高啊 好 状况 我们死去 我们死去 昨天